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 上海南篮和江苏队的这场比赛 被认定假球调查的事情 那最终调查结果也已经是正式出炉了 但是我相信对于这个结果的话 球迷们应该不会满意 很明显啊 这个结果的话是留有一手的 最终的话呢 两队的主教练成为了被处罚最重的人 当然两队的总经理同样也是被处罚了 这其中李春江和李南分别被禁赛五年和禁赛三年 对于两位主教练的职业生涯来说 将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因为如果说你三五年之内远离一线执教赛场 哪怕是届时再付出大家很认可你的能力 由于长时间远离一线的执教赛场 而且篮球场上这种变化形式也是瞬息万变的 包括对于现有球员的这种掌控力 都会在慢慢丧失 所以说他们的教练生涯 能否在竞赛期满之后重新继续 恐怕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了 同时的话 俱乐部也是遭到了处罚 但是对我 在我看来 两支俱乐部所遭受的处罚 根本是非常的轻的 应该说是聊胜于无吧 两队都从CBA联赛里边得到的核算经费 将会减少一部分 但是我们说实话 你这个经费减少根本就不肉药 这些钱哪怕是CBA里边最穷的俱乐部 他也看不上人家CBA这些俱乐部 真正赚钱的是靠卖球票 卖广告费 靠这些东西赚钱的 谁也不是靠你CBA联盟里那点分红来赚钱的 所以说这个处罚基本上相当于没有 另外的话取消两队本赛季的成绩 那对于苏州肯迪亚来说 他本赛季已经被淘汰出去了 你取不取消也是无所谓的 另外的话上海南南看起来似乎取消成绩 对他来说影响很大 但是我们说经过这件事情一闹 其实整个上海队的士气已经跌到了低谷 他去到深圳的客场那边比赛 球迷都想好了口号怎么去讽刺他们 漫天的虚声怎么去迎接他们 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下 你还能够去打出一个好的客场比赛吗 而且即便是你回到主场 主场的球迷恐怕也不是特别的欢迎你 我们也看到了上海南南其实已经是在此前开始销售 4月19号就是两天之后的主场比赛的球票了 但是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卖出去都不足三成 也就是说你主场也享受不了主场之力 再加上球员背负着那么大的娱乐压力和精神压力 他怎么可能打得过深圳队 上个赛季两队就在几户赛里边相遇 当时的话要不是深圳队爆发内讧 上海队就已经被干掉了 那这个赛季本来深圳队的实力就是稳中有声的 现在又占了士气上的先锋 那你说你怎么可能打得赢他呢 所以说上海即便是不被取消比赛资格 能打季后赛 估计也是0比2出局的一个结果 无非就是多打两场 少打两场的问题 联赛前四 这种所谓的名头 或者说是联赛前八 对于上海南南这样一个相对比较有野心的俱乐部来说 他也不在乎 上个赛季都打进前四了 这个赛季一个前八名的名词 他能多看中吗 因此我们说 这个处罚的话 可以说对于俱乐部来说 就是隔靴搔痒 也没有说 这两场比赛 那就是假球 认定的是消极比赛 而且对于教练员进行严处 也就说明 在蓝鞋这边给出的处罚 结果来看的话 那就是教练员主导了这样的消极比赛 而这并不是所谓的假球 很显然 这个是不符合常规的 这两名教练员吧 为这个这场假球 或者是这场CBA的闹剧 背了大锅 所谓的对于俱乐部的处罚 包括其他俱乐部管理人员的处罚 基本上就是隔靴搔痒 换一种身份 他们照样可以在CBA联盟里边行走 下个赛季 两队也没有遭受罚分的处罚 那依然可以去继续向季后赛 甚至向更高的名气的发去冲击 所以说这样的处罚 最终谁是受害者呢 除了两个教练 没有他人 看来的 好